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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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婢谨遵太皇太后口谕 寿康公上下 并无人通报郡主 这就奇怪了 是吧 皇帝 陛下 奴才从寿康公出来的时候 听到孟姑姑训话 说是太皇太后嘱咐过 任何人不许向迦南郡主提起此事 以免郡主担心 派人去丙州 传信给迦南郡主 太皇太后重病卧床 吉击击胸未卧庇 宝宁 现如今朕想见你一面 竟如此困难 这事不怪她 这宫中人多考杂 消息早落也是难免的事 也好 宝宁难得回宫一趟 朕这几日清闲下来 也可以同宝宁一起 多陪陪皇祖母 李谦军务在身迟来了一步 不过算算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这外祖母呢也需要休息 我就不拖着陛下做陪了 那明日 我跟李谦二人一起来陪你 好 好 皇帝 前朝事多你自忙你的 不必记挂哀家 那孙儿先行告退 让伸我们的手 可谓找个理由 把李谦堵在门外 是 陛下 我就知道你爱吃这道菜啊 你别光吃鱼啊 你也尝尝其他的 来 我给你加个这个 这个味道还不错 怎么样 你这 你说你这孩子 你吃菜也没有就一个才吃的呀 我跟你说了 不能老吃一种菜 这样对身体不好 你知道你不在家这段日子 娘有多着急吗 就想着等你回来给你做一桌 都是你爱吃的菜 娘 你能不能不管我了呀 娘不管你谁管你啊 你是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你知道你私自离家出走 娘有多担心吗 我还没说你呢 你还羡不耐烦了 真是 我得问你啊 你说你就那样一声不响地走掉 一大家子人都为你担心 你知不知道错了 就是因为娘 你天天管教我约束我 天天逼着我成亲 不让我干这儿 不让我干那儿的 我才会离家出走的 那就是我的错了 我天天为你着想 我还有错了是不是 好好好 那从今天开始啊 我不管你了 你爱说什么爱做什么 我都不管你了 行了吧 那娘你要说到做到 我 你 女孩要有女孩样 整天舞刀弄枪了 像什么样子 我这出现幻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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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真的不再管我了 娘 我回来了 娘 娘 嫂嫂说 之后让我去接管 善堂的事情 那个 善堂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善堂 那娘可赞同 我有什么赞同或不赞同的 你自己决定就好了 我 那 娘 那个 好 完了完了 这回你要是真的生气了 都不理我了 夫人今日还来花园吗 奴婢不吃 嗯 我都打扮成她最喜欢的样子了 你还不理我 这次不会真哄不好了吧 对了 外祖母这次的病情起事如何 虽微突发执政 但是给田医政瞧过之后 当晚就能起身了 那我怎么在丙周的时候听说 说是外祖母重病在床 急凶未卜 怎么会 送信人竟该如此胡言乱语 肯定是我那好表哥所为了 陛下执念竟如此深重 乡君 该用药了 身体又不适啊 身体又不适啊 无碍 乡君日日进宫陪侍太皇太后 成功担心乡君沾染了病气 特地吩咐奴婢 暗示奉上汤药 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生病了 我没生病 其实 是我前些日子怀上了孩子 但是我没能保住他 因为一场意外 可能是我和这个孩子注定没有缘分吧 宝宁 你不用担心 现在已经没事了 我想 我和陈恩公之后 一定会再有一个孩子的 肯定会的 陛下 皇后怎么还在等着朕啊 陈妻倒是很意外啊 陛下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不在太皇太后那儿多见见您表妹 你宫里眼睛挺多啊 太皇太后病了也有一阵子了 怎么之前没见陛下这么有兴致去探望呢 怎么知江宝宁一来 陛下您就来了兴致 对 莫不是您招将把您入宫的 是又怎么样 朕要做什么 还需要你来批准吗 你与其在这儿管朕的闲事 不如回去管好你的后宫 筹办好你的寿典 六宫之主 好陛下 那我就筹备一个风风光光的寿典出来 让陛下看看 我到底哪儿不如你那个 心心念念的好表妹 郡主 郡主 夜深了该就寝了 再等等 这马上就要到宫进时间了 今日 怕是等不到骏马了 这么晚李谦还没来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我也说 郡主 有何吩咐 去随我们打探一下李谦的消息 是 是 郡主多虑了 去马能出什么事啊 来者何人 随便大营提举李谦 我来 李提举 并未在宫中任职 提举之职 又无权在宫中畅行 恐怕是不能放行 我随行迦南郡主 因君物缠身迟来一步 这事出突然 烦请通融一下 这可不行 这神武门是出入皇宫的要道 这总不能 随便让人通融啊 放肆 李提举归为迦南郡主的骏马 什么时候容得你说三道四了 这郡主的骏马 也得有通行令啊 你 温叔 怎么 在门外说两句话也不行啊 那倒不至于 只是提醒李大人 马上要攻进了 太皇太后怎么样了 病情稳定 已经能起身了 你回去跟郡主说 我已抵达 无需担忧 有什么事的话 来李宅找我吧 公子 你不进宫 快去吧 是 郡主 郡主 骏马被拦在了宫外 敢拦骏马 去看看 郡主 已过宫进 宫门该落锁了 公子已经离开 让属下向郡主报告平安 有事去李宅寻他 这 是生气了 郡主 冬冬啊是真的长大了 冬冬现在本来就是大姑娘了吧 她现在说话做事心里都挺有数的 她做什么好事了 她知道帮她嫂嫂管理善堂 还知道平常打扮要淑女一些 她自己都知道了 也就不用我了 我说你呀 真是的 她不懂事的时候你老骂她 她现在懂事了 你又觉得她用不上你了 你这人真是够奇怪 睡你的觉吧 我怎么想起来要跟你说这些微母的心思 就会让人受气 回郡主 太皇太后脉相平稳已无大碍 臣再去开府补妻医穴的方子 调养几日 下去领赏吧 谢郡主 宝宁你一来 外祖母的病就好了 你就别消遣我了 孙婿为何没有通来呀 我明日带她来 明日 不会是小两口脑别扭了吧 宝宁陪着你 你老惦记她干什么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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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皇太后出狱 郡主今日陪侍 晚些时候过来 知道了 这神武门的守卫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郡主的骏马也敢来 李大人在禀州也算是个人物 竟然被拦在宫门外 这 这也太随面了 你说她 是我肯定生气了 这不生气才怪了 不至于吧 郡主 那要是你随李大人回禀州 被家丁拦在了李府门外 愣是没进去 那你生气吗 你欠我一个心愿还记得吗 当然 我想先再兑现 说吧 你能不能别生我气了 我知道你平时虽然好相遇 但是其实心气挺高的 在宫门前被下了面子 心里应该很不是滋味吧 这事都怪我 仓促出行没有考虑周全 要是给你留个腰牌 或者是向外祖母请个口谕 也不至如此 你过来 不去啦 我没有 谁说我生你的气了 我揍他 那你白天干嘛不进宫 还有干着急 一个省武门的侍卫 拦下了骏马 若有上意 我并不想你在为外祖母 交信的时刻节外生枝 若无上意 我确实也认知秉州 官阶无权随意出入皇宫 人家也说得没错 宫里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你呢 我要是借着你的名头强出头 岂不是落人口实了 这归根结底啊 还是我娶了一个皇室贵女啊 委屈你了 既然你处处替我着想 既然你处处替我着想 那我也得偷偷报礼不是 既然 轻盈皇室婚姻不易 那 本眷主就许你 许你 富贫子贵 你 你说什么 好话不说二遍 不是 你的身体不是尚需调养吗 宫里一针听我看过了 姨母那个方子是挺管用的 你说真的 一直问一直问 咱往后回来 夫人您慢走 您放心 我这以后进的新货一定告诉您 好 多谢掌柜的 回吧 老人您慢走啊 诶 掌柜的 刚你回来都不会空着手一看 今日这是怎么了 倩倩 可能心情不大好吧 来 进去 干活吧 走 你必须得跟我换 说不换就不换 不是 你这是怎么这样 给你的都是一模一样 你现在跟我说不一样 那怎么换啊 哪里一模一样了 该不退换 该不退换 东东 娘 什么情况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还给亲娘都喊来帮忙了 我告诉你 就是把全家叫来也没用 说不换就不换 闭嘴 你 你看我说说 娘 你看他手上那只钗 我付了钱买下 结果他从包里给我掏出来另外一只 做工都不一样 我问他要那只 他就不肯了 拿着 东东啊 你这钗子 明显就是货不对版啊 就是 他不给我换 怎么货不对版啊 拿哪个就是哪个 盖不退换 本贪的闺女 行 大家伙听听啊 盖不退换 我问你 我要是给你一张假的钱币 我也说盖不负责 你是不是也愿意吃这哑巴亏啊 是啊 就是 对啊 小哥哥哥 来大家伙看看啊 这只钗子 是他吸引客人来买的好的 这只呢 是他骗我女儿买的倚次 充满的自体 谁骗你了 这明明都一样了 这款式这能一样吗 谁愿意买啊 听见了吗 人都说店大欺客 你这么小小一摊面 你还敢明目张胆地欺骗 你还骗到我女儿头上来了 我告诉你 做生意讲究的第一点就是这 你今天呢 要是不把这钱给我赔了 你信不信 我不让你在这摆摊 我让你坐不下去 我让你滚出街道 是啊 给钱 给钱 我怕了你了 等一下 我不要钱 我要他手上那只钗 钱自然是要的 这钗子呢 我也要拿走 省得你以后 再做两个这么不一样的一次冲好 来骗大家伙是不是啊 对 大家伙都看看他这张脸 记住了啊 看清楚了啊 胡脸在肩上 娘你太厉害了 刚才他 他太过分了他 你怎么做到的 把他气成那样子 闭嘴 什么厉害 这一路上 够你娘提心吊胆的了 你说你这死丫头 我平日里哭着喊着 求你陪我出来逛街 你都不再搭理我的 这儿怎么想的 还跑出来买簪子 不说了 买也就买了吧 你说你 也不会跟商家过过招 随随便便就让人给骗了 还口口声声说 不让人管你 今天这些人管你了吗 我也管你这些人 谁替你出头了 要不是碰见你娘我呀 你呀 就被人活活欺负死了 我跑的呀 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还笑 娘 怎么 我说得不对 你愿意理我了 这 我什么时候说要理你了 娘 娘 我 我前几日 那样说话是重了点儿 惹得您生气了 我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 那以后不惹我了 娘 又怎么了 我那簪子 是给你买的 什么 你 你这簪子 是给娘买的 我一眼就看中了她 我想着 我娘带肯定好看 东东 都知道给娘买簪子了 娘带着肯定好看 嗯 娘 那个 前几日 我那样说话其实 我不是真的不想让你管我 我一直都想让你管我 可是 我有时就是气你 不听我说的话 我现在长大了 有些事儿 我有自己的想法 我希望我们可以商量着来 我希望你能相信我 好 好女儿 我的童章长大了 娘相信你 不对啊 你 你什么时候又换回这身装扮了 我 我前几日那样是为了哄你开心的 想着你别再生我的气了 我才明白 你既然知道那样你娘会开心 你干吗又换回来啊 我 娘就喜欢你穿成那样 你穿成那样多好看嘛 我们刚才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我穿什么做什么 都商量着来 谁跟你商量着来啊 你看看你这一身黑不溜秋的 看看你这头回饭 好了娘 好了娘 你娘会是不容易啊 我天天求爷爷告奶奶 给你找客肘 我不是 我是担心你个姑娘家可怎么办啊 你爹又不争气啊 娘 我们回家吧 回家换上啊 换奶套听我的啊 那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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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者何人 嘉南郡主与骏马 嘉南郡主 您自可以通行 但是李大人并无通行令 这个不太好办哪 现在你看到了 现在你看到了 骏马与本郡主同行 请郡主不要为难小人 小人也是奉命行事 那本郡主的命令你也听的是吧 那是自然 提举李迁 也就是本郡主的骏马 我就是他的同行令 无论你受何人意 再有这样的情况拿你试问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昨夜小人唐突 请李大人恕罪 无妨 这可如何是好啊 陛下那里该如何交代啊 你是不是傻啊 这嘉南郡主是谁啊 你我都吃醉不起 我怎么有一种 狐家虎威的感觉呢 什么呀 我倒觉得刚刚太温和了 不行 下回再帮您好好出气 你就消消气吧 你的好意啊为父亲了 孙婿因故迟来 还望外祖母见谅 你公务繁忙 还惦记着哀家 来了就好 外祖母 今天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其实啊 这有日子没见你们 今日一见高兴 这病就好了 行 那我就待在这儿拨走了 我就陪着您 那需问你夫君肯不肯 外祖母不许你陪着 外祖母还等着抱虫孙子呢 哎呀我真的是舍不得您 保您身体上去调养 外祖母安心 你们此行匆忙 宫中不亦久留 保您随提举 早些回禀州吧 皇上驾到 我差人换他过来的 皇祖母 拜见陛下 哀家正跟保您说 这神武门的守卫 该管教管教了 李提举随保您一同进宫 来探望哀家 硬被拦在宫外 皇帝你说 ,这岂不是不把哀家 放在眼里吗 都起来吧 谢陛下 皇祖母 您说得是 此二 定会让人好好管教的 宝宁 外祖母已经好了 你随提举 今日便出宫回禀州 宝宁妹妹先坐 皇祖母 宝宁才刚刚回宫 就让她在宫中再多待几日呗 也能陪陪你 宝宁嫁入李家 已是出宫的人 再这么回宫住着 本就不合适 再说 提举随宝宁进宫探望哀家 不是有些人也觉得这不合规矩吗 既如此 你二人早些回禀州 免得落人口实 外祖母说得是 那我们这就回去了 你 孙婿拜别太皇太后 拜别陛下 走了 我 今日叫二位大人来 还是老生常谈 这授点的事 筹办得怎么样了 哦 娘娘 还在比价是吗 是的 把比价记录呈上来 给本宫瞧瞧 所有参与的商户 和单个的比价记录 都详细地记录在里面了吗 是的 娘娘 娘娘 您这是 是 礼部失职 笔架记录不一而非 保管不当 这一本若是有人参奏上去 这 大人怕是不好交代吧 还想娘娘高抬贵手啊 不追究也行啊 敢问大人 现在可以开始采买了吗 可以 可以 臣 这就去拜 来 来 娘娘 臣刚刚想起 内务府还有一桩钥匙等臣处理 臣 先行告退 大人 急什么呀 这内务府不是在封盘库存吗 有什么大事儿 离不开大人您呢 是 不是 这 这 这 参见皇后娘娘 起来吧 娘娘 娘娘 来 敢问大人 现在可以开始调度器物了吗 还 还请娘娘随事吩咐 她给朕长本事了呀 我说 你们一个个都有什么用 让你们撒个谎你们都撒不好 这样你们有什么用 陛下息怒 是臣无能 陛下开恩 不知眼下 当如何是好啊 还能怎么办 该怎么办怎么办呗 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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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 遵旨 毒圣 毒圣 来 你去看看朕的嗣库里面 还有多少寸烟 撕 那去朕栽 厮 陛下 这 让你去你就去呗 来 来 郡主啊 太皇太后的病怎么样了 已经痊愈了 来 趁着吃 那就好 好 夫人哪 怎么了 吃点东西吧 没胃口 怎么没见东东啊 他人又跑哪儿去了 别提了 这个东东 自从去了膳堂做管事 一天连面也见不着 哎呀 就这婚事啊 也不知何时才能有个盼头 母亲你看 哎呦 这不是上次 我丢在都城里宅的那对红马脑耳坠吗 哎呀 我的老天爷 宝宁 你可是太有心了 哎呦 你是怎么找到的 你不会是为了这个 专门绕道 去了一趟都城里宅吧 娘 我和宝宁昨天在李府 过了一夜 真的 这 你们这干什么去了 哎呀 嗯 瞎问什么你 吩咐下去 让厨房啊 多给郡主做一些温补好生养的汤水 哎呀 千儿啊 那你这趟都城之行 可是大大的有收获 可不吗 嗯 我有事先走了 哎 哎 太凶了 真是收获不小啊 嗯 哎 哎 累了吧 行 前面登记一下就可以去休息了啊 好 大哥一个人吗 一个人 行 前面登记一下 好 去吧 好 放这儿 大婶 你一个人来的吗 谢谢 我一把 这个我一把 我一把 进去吧大婶 最近好事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的 好 好 好 烧火了 来人的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怎么了 大婶怎么了 哎 哎 这个火烧不到人的 就是用来取暖和烧水的火炖 我小破灰的 哎 我爸 哎 快你起来 我们先过去休息好吗 好 走 哎 哎 这人 脑子有问题吧 刚好 还好好的 你看他 自善堂成立以来 大公子的名声 日渐高涨 嗯 永津丙州的灾民 不但得到了栖身之地 还在善堂的帮助下 谋得了求生之本 庄丁们在天间劳作 父女们接着 缝补的活迹 如此看来 李家也算是为朝廷 解决了一件棘手的事情 当然了 大公子能有今日之成就 迦南郡主功不可没 郡主这个事情办得可是漂亮 一是帮助了灾民 二是赢得了口碑 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 他把这所有的功劳 都归在了乾儿的身上 是是是 乾儿能够娶到这样的媳妇 真是三生有幸 也是给祖上争光啊 归根结底还是大人教导有方 生了个好儿子 娶了个好儿媳 听说叔父有事找我 善堂成立的事情 你都知道了吧 郡主心怀大意 救济灾民 这样的丰功伟绩 成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嗯 自打善堂成立之后 这有头有脸的 祥神 商户 都纷纷认真 大家都以为 这个善堂 是我们李家成立的 但是我们李家人 心里头明白 这最初的善款 都是郡主 从她的所有嫁妆里面 拨出来的 郡主一心为民 绝无甚高 我这个当公公的 也不能坐视不理 所以我想 你把我放在你那里 做周转用的银两 全部从银楼里提出来 买上一些大米和棉花 给善堂送过去 寒冬将至 想要度过这个冬天 我看 至少得需要 五千单大米 还需要四千斤的棉花 你人脉甚广 交友无数 这个事情 交由你去做 还有啊 善堂那里的事情 你也多操操心 不要让郡主 太过操劳 之而定不负叔父所托 那些银子 都被我放进了地下钱庄 现在恐怕 一碗钱也取不出来 妙容啊 那笔银子 是叔父给我周转所用 现在他让我拿那笔银子 去给善堂购买物资 若这物资 迟迟不到位 叔父追问下来 你和我 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 我当是什么要紧的事呢 有了是救助灾民啊 我记得 你手上邮寄笔周转自今 不行 先拿那些应用级 等我这边挪开手 到时候帮你补上去 恐怕不行 叔父下令 四千金棉花 五千淡米 若是金两不足 叔父定会问责的 那个 林县的周大善人的米仓 囤积了上万的梅米 我听说只要出些银子 出些工人就可以把这些搬走 对善堂的那些灾民来说啊 吃上一口热乎的饭 已经很不容易了 明明只是口感差一些 也不影响食用的 棉花那就更好办了 我们往里头拆些沙子 不仔细翻桥 谁也看不出来 这怎么可以啊 万一要是被发现的话 你不说我不说 谁会发现啊 林哥 我知道这件事情 是我连累了你 如果 如果你怕无法交代的话 我这就去找李伯伯 去担下所有的罪责 这件事情 我会想办法的 我也会尽快帮你把 奎空补齐交上去的 川娃 川娃 你怎么了 川娃你怎么了 川娃 川娃 你醒醒啊 川娃 川娃娘 咋了 川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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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了这是 我家川娃 从昨天晚上就嚷嚷着 肚子不舒服 我只当她乱吃东西 吃坏了肚子 就在刚刚 她突然呕吐不止冷汗直流 竟然昏迷不醒 晕死了过去 太可怜了 川娃 难道 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 我知道了 川娃 硬是与这几日吃的米有关 醒醒啊 川娃 你这么说 我也觉得最近吃的米有问题 川娃 你醒醒了 没有以前那么新鲜 还有一股子霉味 川娃 川娃 你身体怎么这么冷啊 川娃 川娃 是啊 孩子 一群 一群 别呼吸了 川娃 川娃 嫂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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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出事了 什么事啊 山堂那边出了人命案 怎么回事啊 有个叫川娃的孩子 不知道怎么喝了发霉的米粥 又是腹泻又是呕吐的 我带着大夫赶到的时候 人已经没救了 大夫说 正常情况下 美米只会造成腹泻呕吐 可遇到肠胃脆弱的 便会要了他们的命 那山堂里怎么会有美米呢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我是担心有人会大作文章 所以赶紧过来汇报于你 这样 你现在呢先回山堂 然后看看里面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美米 好 好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我在屋子里闭门不见 算怎么回事 儿子 出来 安静安静安静 大家安静 听我说 听我说 各位父老乡亲 大家都来平平理 这个可怜的孩子 还不到六岁了 就在山堂的迫害下 一命呜呼 是 安静安静 你们可知道 山堂是由李府的迦南郡主出资设立 表面来看 山堂的成立 给了我们灾民吃和住的地方 可实际上呢 他借山堂之名 大肆敛财中饱私囊 只拿出一小部分来阶级我们灾民 为了减少开支 大量购买发霉的大米 导致肠胃不好的川王 当场毙命 杀人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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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大家都先冷静一下 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 你还我儿子命来 走 杀人承命 夫人 快来来来来来来 杀人承命 我们都是冷静冷静啊 这位夫人 您丧子之痛我们都能理解的 但是冤有头债有主 这个我们夫人也没关系啊 就是啊 该被讨伐的 应该是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才对 不行啊 不行啊 我不管什么始作俑者 我只知道 这件事与你们李府搓不开干系 关起门来 你们就是一家人 还不是想包庇就包庇 咱们灾民的命是不值钱 可就算再不值钱 也不能被他们当圣口一样 是不是啊 对啊 对啊 杀人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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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 别打了 住手住手 你没事吧 母亲 郡主啊 怎么回事啊 叫你在家里面待着你不待 非要出去弄什么膳堂 这下好了 把人命都给弄出来了 还让人家到门口来追债 你说说 你是不是要想办法帮他们解决 我不管 要是再这样下去 人家还以为我们李府死了人呢 哎呀 夫人 气大伤身 您被伤了身 哎呀行啊 郡主 你看看 闹成这个样子 杀人 为了自己拨面子 也要考虑一下李家人的路程 现在连累了夫人 全个个都没办法在外面坐下 别想就这么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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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真相没有查清之前 别想就这么抓了 高小姐别急着给我定下 给我一个救命 杀人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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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乡亲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实在是感到抱歉 虽然之前这言也不能让死者生还 但是我还是诚心诚意地 跟大家道一声歉 李家建立善堂的目的 只有一个 那就是给穿不起衣 吃不起饭的百姓 一个立足之地 关于美米致死之事 我已知晓 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 所以希望大家给我几天时间 到时候我一定给大家 一个满意的交代 不行 杀人承命 杀人承命 不行 不行 承命 说这些漂亮话有什么意义啊 善堂的灾民吃了美米 你泻的泻 吐的吐 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身体不好便无法劳作 无法劳作便赚不到工钱 赚不到工钱便无法保护 你说 这笔账该怎么做 对 对 对 大家放心 稍后呢 我会让他们去做一份名单统计 只要是吃过美米 身体还没有康复的 都不必参与劳作 我们不信 我们不信 不信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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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建立善堂的初衷 或许是好的 可你能不能 对我们这些战死沙场的 士兵一卷 有点良心呢 对 说得对 对啊 说得对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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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棉花 这些棉衣里面 擅了至少有一半的沙子啊 就给他们穿这个呀 用这些棉花缝制出来的东衣 穿在咱们大家身上 到了冬日 岂不冻死啊 是啊 岂不冻死啊 岂不冻死啊 你经过冻死 你经过冻死 你经过冻死人吧 你经过冻死 美米也好 擅沙子的棉花也罢 在今日之前 我对此事一无所知 但作为筹办者 出了这样的变故 我不会置身事外的 去吧 川娃猝死一世 我十分理解你的心情 白发人送黑发人 乃人间质痛 换做其他人 也会像你一样悲怨 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给我几天时间 我一定不会让川娃寒冤九泉的 给孩子背口博冠 安排下葬吧 希望大家今天给我做个证 这里一共是五千两银子 将全部用来重新购买白米和棉花 如果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一人承担所有责任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小姐们 听到没有 郡主食人给咱发银子了 大家快抢 别抢啊 别抢啊 别抢 都别抢啊 你这些雕业 你干什么呀 公里你给这么多钱 你都这么回报了 你都不要抢啊 别抢啊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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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去啊 下后 快点 停 走 抓捕归案 他把你开中了划 在阵雾中阳晃 怕路重难知山脏 那却月的时光 都已经泛黄 你是在路途上 慌了我的方向 偏了我曾年少情话 你只分眼模样 许多年后才都欣赏 相聚相守的红光 就算命运分被战场观察 你依然是一束花 我迎接过希望就在前方 就像从未战场 就算命运千变万花孤岛 我依然在这地方 念念不忘 只都在不必有 你爱 为你重团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